近日,曹云金请87岁老恩师田丽和吃饭的视频引起许多网友的关注,两人一见面,曹云金不但弯腰主动扶着老师的胳膊,还一遍遍询问空调冷不冷,并坚持把C位让给老先生,毕恭毕敬的模样引发了全网的热议。 要知道,23年前,田丽和就是曹云金的师父,看到曹云金如此不少网友在下面评论道,曹云金也是个很讲义气的人,过了那么长时间都没有断绝关系。 特意录制下来,难道是为了让前任师父看到,特别是看到别人介绍师父,而曹云金却欲言又止,不知道曹云金要介绍哪个师父。 甚至曹云金还多次嘲笑郭德纲,说他根本就没有师父。 而且,在今日,曹云金也正面地回应了七师灭祖一事,表示这么多年非常的委屈。 看到如此,不少网友表示,现在是真的火了,敢回应了,可确实干的是不地道。 当初看吐槽大会,你学你师父学得那么像,突然替郭德纲心酸,他如果不是精心教育你,你不会学得那么唯妙唯笑,连眉毛都像。 郭德纲对你有多用心,估计只有你自己知道,如今再说这些,没意义。 还有网友表示,在德云社最难的时候离开,带着师兄弟出走,发文痛诉师父的种种恶行,现在在提干吗? 曹云金选择在这个时候回应,你怎么看呢? 很好。 ле人混乱